Robert Mosley是一名64岁的英国杀人犯 直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三九年 打破了英国单独监禁的最长时间记录 Robert扭曲得人生与不幸的童年息息相关 命运从来没有对他是出善意 他小时候住在孤儿院 后来被父亲接了回去 但等待他的不是嘘寒问暖 而是暴力虐打 他经常无缘无故被打 还被锁在房间 有一次他被监禁了六个月 非常悲惨 从小没有感受到温暖的孩子 长大后自然也不会爱 他的人生一路走歪 与毒品暴力相伴 二十岁那年 Robert为了毒品卖身 那名嫖客给他看了一张自己虐打儿童的照片 他内心的魔鬼被唤醒 暴怒之下掐死了对方 杀人后 Robert被判中身监禁 但他没有后悔 还说我杀人的时候 似乎想起我的父母 如果我在1970年杀到我的父母 这些人全部都不用死 因为小时候受虐 Robert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被冲到精神病院治疗 1977年时 他又在医院杀死了另一个人 死者也涉嫌虐待儿童 不仅如此 他还活生生灵虐了对方九个小时 预警发现时 那人的头上插了一把汤匙 部分大脑消失 疑似被啃食 警方怀疑Robert是了受害者的大脑 他也有了食人魔称号 在此犯案后 Robert被转回监狱服刑 但他的杀戮并没有停止 他用汤匙做了一把刀 杀死了他的两名室友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杀人 从那之后 他成为了全英国最危险的囚犯 从1979年开始 他被单独监信 监狱还特别为他打造了一间玻璃囚房 每天有六名预警看守 就这样 Robert再也没有与人接触过 他连续一二年没有剪法 每天坐在监狱角落自言自语 好像在和蟑螂说话 这诡异的行径让人不寒而栗 与Robert的极端残暴相对的 是他的艺术天分 他智商很高 拥有音乐 艺术等方面的才华 朋友们都说他很聪明 也很和善 看不到希望的牢狱生活 让他很绝望 他表示 我只能期待自己进一步精神崩溃自杀 我认为这也是当局想要的 如此一来我这个麻烦就可以轻易解决了 我认为这个麻烦就能够传出了